HELLO 各位PyCon的聽眾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這一次講題的主將主 楊君儀 現在收聽的這張講題叫做 Python資料科學運用 以及血液透析之血涯預測的模型 在正式開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叫杨君怡 那我之前呢是在广告投放商做广告投放手 那因为呢物档物状碰到了一些信销资料科学的题目呢 后来对这块方面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转做了资料分析师 那会做一些资料分析 然后也有跟资料科学有关的建模的应用 那后来呢也有到进入业服务 那这次呢是要介绍的是我在政大硕班的这一个合作的新创公司 它叫做小岸生医科技 它是一个智慧医疗的新创 那它是创办于 一新创办于南科 那19年的时候它们有获得过一个国家的新创奖 2020年呢 2021年就是比较多是在加入加速器 那像包含TACC Plus跟高通的QITC的前十这样 那这次呢就是要分享我们在这一个 DCI预测这个题目上面的合作 那我们呢也有投了一个叫 IEEE的ACBIOS 2021年的这个conference 那也获得Best Paper Award 那今天就要介绍的是这个题目 那同时这个相关的论文也有发布在 IEEE的这个文章上面 那后面呢也会附给大家我们论文的连结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进去去观看这样 好 那今天的讲题的大纲呢 主要会有一下这五个大类 那就是首先会先跟大家说 说明那个 这个DCI预测发生的 为什么要预测这件事情 然后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以及就是我们的建模的目标 还有流程的说明 以及就是我们使用到的这个 随意透析数据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在建模之前呢 第四部分就是建模之前 我们合作的数据先处理 做了哪些事情 那第五部分就是我们的建模 跟我们做了什么优化 以及最后的成效是如何 好 那现在就开始讲我们的目的跟动机 那我们在血液透析的这个疗程当中呢 有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呢 是叫做血压涂症 那就是会发生病况会有低血压的状况 那它发生了这个状况之后 会有什么样子的严重型的 就是会有 就是六种症状 其实你可以看到除了就是说 比较轻微的头晕啊 想吐或是抽筋之外的状况 它有可能会发生像是 意识上是 这种比较严重一点的状况 那它也会造成说 整个血液透析流程呢 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包含说它透析的过程 没有透析干净啊 因为大家知道 血液透析它流程就是 来帮助病患呢 它原本器官的一些机能不足 所以我们需要帮它去 把它们的血液呢 进行做一个透析 然后进化这样 那以下这些症状跟影响 是我们请教医师 然后一些论文呢 来整理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症状呢 也会造成额外的医疗成本啊 像包含说 医护人员的加班照护 那病患呢 可能会有一些治疗成本 那以及它可能会有一些纠纷 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 所以呢 我们就希望说呢 可以跟医院合作 那这次想象科技所合作的是 南部某间的医院 那希望说可以透过 血液透析的这样子的 TCHR的一个预警的系统呢 然后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呢 提前知道哪些病患 有可能会发生 TCHR 那可以呢 去做病患处理的排序 那之初也会需要 这样子的预警系统呢 呃 它很重要对吧 那为什么会需要 一个预警系统 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量测血压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间隔的限制的 最快呢 只能够间隔30分钟来量测 那所以当它没有量测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晓得 它有没有发生这个状况的 我们的呃 即时监测的数据呢 也只有 透析仪器的数据而已 我们并不能够 呃 像一个机器一样 每个一下下就量一次血压 所以呢 其实医护人员 也没办法 这么快的知道血压状况 而且他也呃 没办法去同时监测 这么多会病患的状况 所以说呃 所以说我们会需要 一个这样的系统呢 来帮助我们呃 去捕捉 呃 有没有可能呃 30分钟之后 会不会发生低血压 那可以让医护来提前 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呢 我们这个预测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来 呃 提前预警 那避免这病患发生 真的有低血压出现 那一出现 他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不好的病发症 那呃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可以在呃 病患 刚量完这一次血压之后 我们就及时的 启动一个预测的预测的流程 那让医护人也知道说 下一次他量测的时候 大约是隔30分钟之后 他的血压 收缩压大概会是落在多少 以及他呃 有多少几率会发生低血压 那我们会使用到的就是 这位病患呢 他当天的一个 血压量测的记录 以及呢 当下的前60分钟 他的透析仪器的数据 还有疗程的数据 以及病患基本的资料 好那接下来呢 我讲完了目标之后呢 我们呃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理清完的目标 理清完之后 我们就是要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次的 呃 流程是做了哪些事情 那刚刚订完了 我们的上 就所谓的业务生命的目标之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们模型的指标 会是用用到什么 那我们这题目呢 刚刚有说到了 我们会做的预测是有 收缩压的数值的预测 以及是否会发生低血压的 几率的预测 所以 然后它有一个是 呃 数值预测 有一个是我们的 所谓的分类判断这样 所以呢 呃 左边这个就是我们的 分类模型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预测说 接下来的 再次 阳测血压的时候 是否会发生低血压 那我们就采取了 401床的 呃 IDH3的一个 低血压的标准 那它的标准呢 就是符合 以下两种 其中之一项的门槛 第一个是 收缩压的两侧呢 比上次 下降了 呃 超过20毫米共柱 或是 输张压比上次呢 下降了超过10毫米共柱 那 因为呢 临床的地下标准 有非常多种 那我们这边 取用的是 IDH3这一个标准 它也有更严格的标准 IDH1或是IDH2 那这次我们 呃 所取用的是IDH3 那也是有参考 过去在这个领域的论文 大部分的 呃 所使用的指标是什么 那我们来 呃 呃 用这样的指标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血压数值的预测 那这边呢 就是很直观的是 预测的是收缩压 也就是它下一次量测的时候 收缩压会变成是多少 这样 那这个双指标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只预测了其中一种 也就是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分类几率 或是我们只有提供给它一个预估的收缩压值 这两项呢都不足以让医护判断说到底谁比较有可能 呃 到底它的情况是不是适合先处理的 假设我们如果只有一个低血压几率的时候 我会不晓得说通常都是一个0.8%会发生低血压的病患 它有可能收缩压一个是100多一个是80几 对医护来说比较低的有可能比较危险 这个就不需要靠医护的专业判断 而不是我们模型的人可以明确的知道到底谁是比较优先 跟重要要处理的 所以我们跟医护做过用户访谈 呃 PM这边了解了情况之后呢 我们比较好的方式是同时呢提供低血压的几率 以及就是下一次量测预估的收缩压 好让医护可以去判断说 呃 全面的判断说怎么样去呃 决定要先优先处理哪样的病患 到时候他们在系统上面看到的就会是 所有的病患的一个预估的情形 他们就可以同时看到 诶 这个病患下次测量的时候预估会是多少 他们可以互相去比较判断说 那我要先处理哪一位病患的情况这样 好那这是我们的Data Pipeline 我们所使用的 我们所 我们有两边的这个流程 那一边是Training Pipeline 一边是我们的Prediction Pipeline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呃 我们的模型呢 因为在医院这边 它是呃 时时刻刻都会接受到 病患的一个量测记录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 有一个流程是可以让呃 呃 当决压指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触发这个预测流程 那去判断说下一次量测的情况是如何 但有另外一个training pipeline 就必须要是做每天的这个迭代 就是当我今天做到新的资料的时候 它一定会 我一定会希望我的模型 越来越好 或是越来越跟这个资料的变化而改版 所以呢 我每天都会需要做一个training 就是retrain的动作 然后呢 去把我们的模型更新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这样子的pipeline 那我们会希望说 在 我们会不希望因为training 而打断我们prediction的流程 所以我们prediction的这个pipeline 会是持续进行的 那我们就会使用呢 我们当天已经training好的这样的模型 那我们把它预存下来 那当我们今天要 即时做实时的prediction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call 这个已经存好的模型出来 进行预测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血液透析的序列数据 我们这次模型所使用到的数据 有这四张资料表 那就是有包含像是血压量测的数据 包含缩缩压 塑胀压 平均动脉压跟脉搏 那以及就是透析仪器的数据 这边透析仪器就指的是 他们做血液透析的那一个仪器呢 可能会有一些 透析液的流速 或是脱水速率 那等等一些临床的指标 那透析疗生数据呢 就是指的是 医护呢 他们在开始疗生之前 会记录一些病患的状况 叫包含病患开始之前的体重 结束之后的体重 等等中间发生的事件 那或者是他们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那是不是有透析液的这种 带离子浓度等等 那这三项资料表的时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在仪器的这个数据这边的话 它是每两分钟就固定会有一笔记录产生 那在血压量测这边的话 它是在透析的疗程当中 每隔30分钟才会测量一次 那在透析疗程这边的话 就是当天如果有做疗程才会有一笔记录 那每个病患他所做疗程的频率也不一样 不一定说每隔天就会做一次 那但是最多一天只会做一次这样 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 以及最后一个表示那个病患资料 它就是有年龄跟性别两种 那最后我们把这四张资料表呢 合并在一起 我们就是以统一的一个时间单位 两分钟来合并这四张资料表 最后呢我们可以产生出 74项的训练特征 包含有两项的病患基本资料特征 十项时间特征 十项的血压回溯的特征 十项的透析疗程特征 二十项的透析仪器特征 以及最后二十项 我们另外特征工程生成的 差值特征 我们后面会讲到 差值是怎么生成的 以及它的相关性如何 那这边提到的时间特征就是指是 像是它的 它是当天第几次测量血压的 以及就是它是疗程开始之后的 第几个小时测量血压的 那我们整个收案的病患有46位 那总共我们历经了 统计起来历经了2933次的 这个透析疗程 那其中呢有214094的 这个血压量测的记录 那最后就是还有 73万多笔的医器数据这样 好 那 据过我们的统计呢 我们发现说 血液透析的收征 也就是它结束之前的 前一小时 它发生地血压的几率是 各班次最高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表格呢 是我们呈现出 它有三种班次 那病患呢 最多只会在 某一个班次进行一次疗程这样 那每次疗程大概会是4个小时 那有一部分疗程会因为 它的透析数率比较慢 这是医护人工去调整而造成的 会有到5个小时 那我们呢 看到这张 左边这个就是它的比率了 我们会以它的这个发生次数 所以它总共测量的次数 来看它的比率是 多高的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刚刚所说的那个结论 我们在 透析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比较高的 息率会有地血压这样 那呃 是不是 疗程最长 越长的病患就越有可能 会有再发生地血压呢 这件事情呢 的因果关系是有待探讨的 因为 这个疗程的长度呢 有可能是因为 呃 医护为了要让 某些病患 它的血压 不要下降的太快 所以它把 抽血数率调了比较慢 导致它的疗程变得比较久 那这个是我们询问医生之后得知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 呃 呃 并不是因果关系 我们只是想要了解说 哪些特征会跟地血压 发生的呃 相关度比较高 那它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 呃 预测的因子 但而且呃 而且我们所 在这边我们所使用的资料呢 已经把呃 下一个时间点 跟上一个时间点的 资料分开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在呃 使用的这个 目标值 也就是地血压的发生 都是以 下一次有发生 为呃 我们的考量 所以说 在这个上面的呃 特征已经跟这个目标值 有一个时间差了 就是 这边特征所使用的都是 呃 当前的状况 比如说呃 当前这一次的血压 或是说 在上一次的血压 当前这一次的呃 目前的透析液的流速 等等的 那我所想要看的是 这件事情跟 下一次量测血压时 会不会发生地血压的 相关程度高不高 那 呃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就分几个 几个类别来看 在血压量测类呢 我们发现说呃 在 我们要预测的那一次血压的 前一次 以及前两次 就是他的这种 呃平均动脉压 收缩压 树张压 他的这种 数据呢 跟是不是发生地血压的 相关性呢 是最高的 那当然就是以 呃 越靠近 要预测的那一个 数值的时间点 是越 越有相关性这样 那我们发 同样我们也发现说 像医师建议我们 要放进去的特征 就是有关 收缩压跟树张压的差值 那他也有 比较高的相关性 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说 在透析仪器的数据 大部分的透析仪器数据 其实相关性没有很高 不过我们发现一个 比较高的是 脱水速率这一个特征 他有低度相 低度 在里面有低度的真相关 然后是所有的仪器数据里面 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是回想到 我们刚刚前面 有讲到地下的一个成因 有一部分是原因是 因为脱水速率 呃 导致说 病患有可能会发生地下压 那这样其实是跟我们 呃 前面有说到地下成因是有相关的 那另外就是基本资讯类的部分 我们发现生理性别 其实也对于 有没有发生地下压这件事情 有一点相关性存在 那我们回去查看了样本里面的 呃 地下压发生的这种次数的比率 我们发现说 女生发现地下压的次数呢 是比男性高比较4 那当然这个事情是落在于 呃 这一个手案的这批病患里面 而不是指所有的情况 OK 好 那在写下差值的部分呢 我们单纯把差值拎出来看 所谓的差值就是 刚刚我说的呃 呃 时间点的那个变化 比方说这一次量血压 和下一次量血压的这个中间的 呃 差了多少 那我们会是以 呃 当前去减上一次 这样 所以T1 T2就是指 T1当前去减掉前一次 T2这样 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那个时间转是怎么样计算的 那总之呢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T1-T2的这个差值呢 在 所有差值里面的相关性是最高的 那当然呢 呃 我们最高的还是以 刚刚说到的前一次的这个 这个血压的量次会是最高的这样 那最后在时间维度类的部分呢 我们比较了就是 第一个是 呃 病患量测的血压的 呃 是在第几点量测 那第二个是 病患的量测 它是在 血液透析后 第几小时量测 就是这两种 那这两种的指标 呃 这两种的特征呢 我们发现说 呃 在透析后第几小时量测 这件事情呢 会对于血压 是不是发生低血压的这个相关性 高出了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 其实相对于 几点量测这件事情来说 是比较 呃 是 几点量测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相关 就是它在 早上 晚上 呃 下午 并不会跟它有没有发生低血压 有很大的相关性 而是在于说 透析 开始之后第几小时量测这件事情 的相关性会更高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的 我们发现它如果聊成越久之后 发生低血压的机率比较高 这样 好 那我们看完以上这些特征的 相关性之后呢 我们做的件事情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把 刚刚所谓的在 早班午班晚班的这个 这个几点 把它排掉 我们要改用 透析后第几小时 来当做我们的其中一个特征 第二个是我们在插指的部分呢 我们只使用了T1-T2 这个是 里面来说相关性比较高的特征 好 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数据前处理的部分 前处理跟特征工程的部分 我们就是做了底下这件事情 那流程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 当那四张表出来之后 我们做完基本的清洗 完以后呢 我们就把不同时间单位来做合并 同意的让它是 每一笔都是两分钟为一笔数据 那所以它如果时间单位是比较大的那一种 颗粒度比较粗的 我们就会让它重复的 重复的来代表说这一段时间之内的 比如说血压值 或是比如说它的病患的基本资料 那 合并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 针对刚刚说的 不管是血压 那 血压的回溯数据 数据 我们会用到它的历史记录嘛 就是我们会需要 使用到它上一次的数据 所以 呃 最少最少需要一次 所以我们在 每个病患的当天 呃 第一次测量的时候 我们是没办法做预测的 所以这一块的 我们就会把它 呃 移出在我们的训练资料里面 然后把它排除出去 啊 完以后呢 符合在这些时间方面里面的资料呢 我们会以内查法的方式呢 来填补空值 那 这下来就 接下来就会进行资料格式的转换 那我们就会去呃 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想做的是 同时去看说 基地学习模型跟生育学习模型 那种序列式的 神经网路呢 可不可以呢 呃 增加 所谓的 呃成效 那 所以我们两 两种都有去生成 一种是呃 当然就是对于基地学习来说 我们就是用二维的资料格式 对于深度的学习来说 我们就是用三维的资料格式 等一下我会解释 什么是二维跟三维 那 呃 因为我本身是呃 从就是算是 就是算是 算是 算是 非本科 就是我算是非工程本科的人 来转过来做资料分析 跟资料格式相关应用的 所以我在理解的时候会比较 呃 可能会比较 白话一点 就我会比较偏白话一点 那所以说工程的人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这样 请大家说真抱歉 不过 呃 我就尽量分享说 我竟然也可以做出成果 然后我也会有 我的方式 那我觉得 如果说成果也是好的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分 就是可以分享 让大家互相交流这样 那 呃 所以我们就会 回来个正题 就是我们就继续做 那后面就是我会做资料的标准化说放 那 有劝过的模型的人都会知道说 呃 我们是需要 让这个模型收敛呢 避免受到我们不同特征的这个量级的影响 那 呃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做标准化的说放 那 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 比如说最大最小话 把不同的一个说放的方式 这样 你可以测试它们的效果 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这边我使用的是标准化的说放 那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做训练 验证 还有测试集的切分 那这些切分的话就是 呃 我们把训练集呢 会当作我们 Cross Foundation的一个Pool 那我们验证集呢 呃 那在这边的验证集会主要使用在呃 神经网络这边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观察它的 Trend Lows 就是每个Trend Lows 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去观察说它有没有 产生overfitting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一个一个说我们所做的 那这边要特别提的就是呃 如何产生训练资料的这个 这个二维跟三维的这个格式的 产生方式 那我们方式就是我们是以 滑动视窗的这种概念来产生训练资料的 也就是说呃 下面这一张图呢是呃 并换它的它的 你可以当成它的血压的一个记录 那假设它有这么多比 那我们会就是以呃 比方说我们就是以像是我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量完了 那我想要预测的是下一次 我会不会有低血压 那我的血压大概会落在多少 那我就会使用我当前现在量完的 前60分钟的仪器数据 呃 血压量测数据 还有我的呃 等等数据来当做我的input 那所以我的output就会是我下次 血压的那个收缩压值 以及我是不是有发生低血压的这个label 那一这个东西就是呃 呃 血压量测数据就是for数值模型的 那地血压label就是for分类模型的这样 所以说呢 呃 我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在呃 呃 预测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使用到 当前量测碗 和下次量测碗中间的这个 30分钟的资料的 因为我会希望是当今天呃 这一次一量完之后 我们就希望可以让医护知道说 下一次会不会有低血压 那当这个时间隔的可以是月开的时候 医护的呃 医护人员的这种处理的时间是比较足够的 那也才比较达到我们这个预警的效用 就不会说预警才预提前的10分钟 那就也不算到预警了 我们就需要提前至少一次之间的间隔 这样 那所以我们呢 生成了就是一个是二维 三维的格式 一个是二维的资料格式 那三维的资料格式呢 就是像你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的这个ijk 那ijk的这种呈现的方式 就把它直接的直白的来说 就是当你今天看到这样一张表 我们先忽略k的部分 我们只看i分j 那就是代表说我们有 i就是等于30 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 这一次要预测的这一个血压症 它前面有30次的这个 30笔的这个资料 每笔代表两分钟 总共是60分钟的这个血压的 一个特征的数据 那j就是指我们的所有特征的个数 那前面有讲到我们所有 资料合并完之后有74个特征 所以ij就是30乘以74 那k就是表示说我们有几个样本点 就是说我们整个训练之间有多少笔 样本这样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说我们的 总共的血压的这个量测记录呢 大概有2万多笔 所以就是说我们全部的 只有大概有2万多笔 这个样本的data 那二维的话就是指说 我今天本来是每一个样本都有30笔 每笔都比2分钟的这个资料 我把它们都聚合到只有一笔 就是我把它们做平均 之后让它以一笔来代表 这60分钟之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我的这个y呢 不是y sorry 我的这个i呢 就变成是我的k 等于是说我把所有的i 原本在三维的这边 我有30笔吧 我把它平均完之后呢 变成是一笔 那我以一笔来代表 60分钟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把这六 每笔每笔呢 就可以把它们变成二维的了 所以我的等于说我的iN 就是等于刚刚的那两万多笔的样本 我两万多次的这种雪下量测的记录 那在这两万多次的记录里面 它们的前60分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严格来说应该是 它们的前一次的前60分钟都发生了什么事 那以这些特征来训练说 诶 来训练说 那它的下一次测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我的J呢 就会是我的训练特征其实是 也还是不变这样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就是 稍微讲一下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使用到的一些其他技巧 就是说 像这个的话 也很简单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 就是Multiprocessing 就是我们用到的多次情绪的技巧 在我们读取多个档案的时候 因为病患的那个数据呢 是分开资料夹所储存的 所以呢我们在读取的时候呢 应用到这一个技巧 那我们就是原本是 循序式的去读那些档案嘛 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让它们照顺序来读取 我们另外再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只要 标病患的这个编号 那它们本来就有这些时间的 它们本来就有标识时间日期了 所以我们只要读进来之后 再做排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以 多次情绪的技巧 把并标读取的这个时间 结成了80% 那再的话就是 讲一下有关差值特征的生成 就是我们在前几次 前面有讲到说 我们有生成差值特征 那我们就是在 刚刚说到的就是 当前两侧是 我们的T1 那 下一次预测的是我们的T0 那 所以呢 T1-T2就是指 当前两侧的这个血压 剪掉上一次两侧的这个血压值 中间产生的差值 那其他的就是意识类推 另外呢 我们在训练之前呢 我们也有产生不同的sampling strategy 那因为地血压预测的这个情境呢 它是一个标签不平衡的状况 因为它 比较多 其实地血压发生的状况 是算少数状况 这样 所以它的这种发生状况 我们把它叫做Label 1 有发生地血压的情况 大概是没有发生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它大概差了这样五倍左右 所以我们在正式训练之前呢 我们也有做三种不同的sampling strategy 来比较说 它们的成效有没有不同 那 Undersampling就是指说 我们把多数的类别 抽样一部分出来 让它变成跟 所以抽样出来 让它变得跟少数类别一样多 那Undersampling就是指说 我们把少数类别这边 做合成成新的样本 然后来让它跟 让它跟多数类别一样多这样 那这边合成的方式就是 它是一个叫做smoke的算法 那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红色那个是1的 就是Label 1 灰色这个是Label 0 那它就是以Label 1这边的 样本呢 来选择其中一个样本之后呢 以它临近的K个样本 K个Label等于1的样本 来选择 然后选择它们跟 跟这些 最临近的样本呢 生成一个 中间全区平均 然后生成一个 随机变数之后 合成一个新的样本 让它参加这个样本呢 它的分布呢 跟原本的这个 Label等1的样本 是很相似的 让它们变成是 等于是 新的Label等1的那个 样本 然后也可以让它当成是 其中一个 让它变成说 增加Label 1的这个Data 但是并没有破坏 原本Label 1的这个Data 的分布这样 那它们都还是很接近的 好 好 那就是这个 就是它 以它这个方式来 成成新的样本 然后变成说 也是一样可以平衡 让少数样本呢 可以变得跟 多数样本一样多 那以至于就是可以让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 让说模型可以学习到 少数样本它的状况 因为如果说今天 样本的 不平衡 就是它的比例不平衡的话 它可能就会比较多数 学习到 多数样本的这个状况 然后它就会很容易把 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 多数样本那样子的 的状况 所以就是变成是 会很容易造成说 它只预测其中 其中一边的Class 所以我们才会去做 这两种不同的 Sampling Strategy 来让我们 可以去 可以去 可以去有一个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或者是它成效会有不同 这样 但也不一定说做的 就会一定有比较好 所以我们都是测试看看 然后有没有更好 这样的做法 所以并不一定说 它一定会比较好 只是说 以理论上来看 它这样会比较 比较能够让模型去学习到 两边都平衡的这种 它们的资料模式 那讲完这些前处理 跟特征工程的方式之后 我们就进到建模 跟我们成效的状况 这边我们会分成 就是二元分类 然后还有数值预测 这两种 这两种 模型来讲 那我们 如果我有标 就是其中一种 那如果没有标 就是指两种 在做的时候我都有做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在 建模之前有做 参数搜寻的最佳化 那它的话就是我们 以周差验证的 的结果呢 来当时 它判断的依据这样 所以它的那个score 是以周差验证的 平均的成效来做的 所以呢 以及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基础学习模型的时候 我们使用到的是 research CV 那我们使用的是 一个stratify的CV 就是把 它是分成的k fold 那等于说 它可以让那个fold 里面的label0 跟label1 是保持跟 之交集的母体是一致的 那这样 这样我们才可以就是 不会让某个fold 就是它的 balance 不同 那这样我们就会 失去原本的 我们的意义这样 当然它就会 失去准确性这样 所以我们就会 希望它是一个 每个fold 都balanced 这样 保持跟原本 母体是一致的这样 那我们在成绩网路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有做参数搜寻 那我们所使用的是 一个开源的套件 叫做hyperrass 那它是hypoop的 一个related project 它的话呢 概念就是也 蠻直观的 它就是以 sequential API 也不是会有一些 我们想要搜寻的参数 比方说 hidden node 或者是 dropout的一个ratio 或者是 我们想要用什么optimizer 它的话 就是在里面 可以写成是choice的形式 或写成是一个分布的形式 让它去里面 随机找一个数值 然后来做不同的组合 去找出最好的组合 然后变成你最后的模型架构这样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除了做 除了建模拿所有特征下去跑出来 我们有另外就是用地毁特征排除 这个刷成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们有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我们等于说把每次模型渲完之后 受到中央度分数最低的特征排除 然后递回这样做之后 去找出说 当今天我模型剩下多少特征的时候 它会有最佳的成效这样 所以说当初完参数搜寻的同时呢 我就会产生那次地毁的一个最佳模型 那我就会再拿它来做一个预测 然后得到一个分数之后 我去看说这个模型里面 目前来说相关度最低的 相关度最少的特征是什么 这是谁 那我是以绝对值来挑选 然后拿掉那个印象最不重要的特征之后 再继续做排除 重新执行一次再排除这样 那以这个图来说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诶 当今天模型里面只剩下41个特征的时候 我们就有最高的这个R2的成效这样 那这个做法呢 也不是绝对的 你也可以就是使用LASO 或是使用其他的回归的方式 先做特征的筛选 然后再跑这个东西也可以 那有不同的特征筛选方法 然后这个是我们主要这一次 就是它有用到的这样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希望说 我们不希望说 单纯只用一种回归方式 就把一些特征排除掉 我们希望说可以去看每次 搜寻完之后 它的特征是成效是怎么样的变化的 然后也可以去看 等于说我们 最后剩下的特征组合 是什么样的特征组合 那也会让我们就是 比较好 比较说特征之间的这个影响 比如说在哪边的时候 特征的影响程度是高还是低 比较 好 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要讲二元分类的模型 那在正式讲模型之前 我们先解释一下 我们所用到的指标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是否也要矩阵 那矩阵的话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然后也知道说它的意思 它的Y轴这个Label 就是指TrueLabel 它是指说实际有没有滴血压 那我们0就是指没有滴血压 意思是指有滴血压 那Predictable 这边是指预测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是猜它是有还是没有滴血压这样 那0一样是没有 意思是有这样 那TN就是指TrueNegative TrueNegative是指说我们 它实际没有滴血压 我们也预测它没有 TP的话就是当然就是TruePositive 就是有滴血压 而且预测也有 那FP就是指说我们FalsePositive 它是TypeOneError 那指的是说它没有滴血压 但我们预测它说是有 那这个错误就会造成说 医护的一个人力成本就是它 其实它没有发生滴血压 但我们跟它说有这样 那FN的话就是指说FalseNegative 它是Type2的Error 那它就指说实际有发生滴血压 预测呢 却没有滴血压 那这样我们等于是说 其实它是有发生的 但是我们没有抓出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 联床实际应用上面最不希望发生的 我们希望这个Type2Error 可以越少越好 那也就是说换成指标来看 我们就是希望Sentivity越高 会是比较好的状况 那Sentivity的算法就是用 2positive的去处理整个 全部实际上面有低血压的个数 这样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Level1的一个Recall 这样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找到一个Threshold 找到一个门槛值 在A6C最高的情况之下 找到一个门槛值 它是Sentivity 会越高 但是Sentivity也没有太低 至少0.8的一个门槛 然后 确保它没有太浪费 没有太多 乌乌判的状况 那 希望 以这样的方式去找出一个 比较好的模型 好 那我们在联学级分类器当中 我们运用了这些不同的分类器 这样 那包含有LR或是说 RF 比较简单的 这些经典的模型 Ella Boost 就是Quadian Boost 那也有使用到XG Boost GBN 跟Cap Boost的比较这样 那 也就是我们有引用 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Sample Strategy 有三种不同的 的Strategy 那我们这边只放了 比较好的 呃 成像上来这样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这个开始里面 Origin 其实就算还不错 它并没有太大的 受到一个资料 表现不平衡的情况所影响 这样 那我们这边也同时 也有做 刚刚所说到的那个 Recursive的Facial Elimination 我们有做 就是递回的特征的益处 那我们原本全部特征是74个 那移除之后 剩下8个这样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Case里面 它的移除效果 其实并没有超出 原本全放的状况 那在后面有 超 后面有比较好的Case 但这个Case 其实并没有 所以做这个移除的部分 其实不一定会 有比较好的成果这样 好 那在这边的话 呈现的是RM的Family 我们使用的是LTM跟GRU 但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有做 所谓的特征 地规的移除 就是Recursive的Facial Elimination 在这边的话 我们让它剩下 好 那 呃 我们同样也有 就是除了把模型的成效 跑出来之外 我们同样也有做 就是Shape值 然后来增加模型的可解释性 那它的话就是 跟Future Impressions 相比的话 它的优势是说 Future Impressions 能去呈现说 今天它的相关度是高还是低 但是在Shape值的话 它可以去呈现 每个样本 它的 是细到每个样本 它的 对目标值的影响程度 是如何的 还有正副相是如何的 所以就是说 举例子来说 我们把这个 呃 中间这张图是Shape Value的图 那我们把最高的哪一个 就是它是 Future Impressions 来排去的 那我们把最高的哪一个 就是Delta Next Map 这一个 就是收缩压的这个 这个 差值拿出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收缩压的这个 收缩压的这个差值 它的分布呢 从 它今天是 接近0 还是说它 大于0很多 或是小于0很多 在这个情况下 它对目标值的影响是怎么改变的呢 就是如果它今天是落在20 40 震数这边的时候 它对目标值 会发生低血压的几率 它是 它是负影响的 就是它是比较不会发生低血压的 但如果它今天的差值 数在负 就是它是 负20 负40 比较高 就是可能它 跟上一次差 落差了 跟上一次量测落差了 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变低的时候 它 接下来发生低血压的几率 就会提高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不同样本的时候 它对于 样本不同分布的时候 它对于目标值的影响是会不同的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今天它怎么样去影响目标值 所以在这个右边上的图 它是叫做 Partial Dependence Part 它就可以去看 单一特征对目标值的一个影响 是怎么样 那这边的话就是讲到 我们前面有确认过就是 机器学型模型跟成功路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blending的ensemble 那我们把它 取两个成效最佳的模型 来当作最后一层model的附加输入 那 我们测试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最好的是 LCM的1Layer跟 LGBM的这两个模型 然后来做blending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LCM原本那个AUC的score 从0.966再提升到0.975 那我们左座的事情就是 规纳一下就是有一下这两项 第一项就是我们 针对LCM的这些最好的版本 那个模型 来去做一个 一样是做那个 Fature的特征消除 那特征消除 做第一位特征消除之后呢 我们把它整个的 LC score 从本来的0.945 提升到0.966 最后再做一次blending的ensemble 我们把它跟LGBM来做ensemble之后 我们再把LC再提升0.9% 到0.975 那最后的0.975 通常我们也去看它的 Sanitivity跟Cificity 我们找出了一个 比较好的Stretch Hold 然后发现说 它的Sanitivity可以到0.942 那Cificity可以到0.88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它是可以把 可以把94%的 有DCI的变换都抓出来 那等于是说 它的Record其实算是一个 达到可以达到 可以达到94.2%的这个程度 那 那 接下来的话是讲数字预测的部分 数字预测的部分的话 我们测试之后 机器学习这边的话 是以CatBoost的 认识认试比较好的 那同样我们也有做 低位特征排除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 R Squirrel再提升0.7% 那同样我们也有在看说 诶 程序网路这边 LCM跟GRU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 以它这边的话就是 它的话就是没有 它的话就是 也是不同版本 然后 它的话也有做 低位特征排除 做完之后也是提升了1.7%这样 那 不过呢 它的成效没有CatBoost来得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观察就主要以CatBoost来观察 而且这一个数字预测这边 这一个section 这一块是 后来我们有多做的 所以我们论文主要是投在分类器那边 然后 数字预测这边呢 我们也还在 持续的优化 那我们先目前 可以把目前结果跟大家分享 这样 会比较完整一些 那 在这边的话我们也有观察到 CatBoost的Regressor 的一个 它的ChefValue的一个 影响清新 那我们发现说 大部分的这个 呃 包含说像 前次的血压 收缩压值 然后收缩压差值等等的 它们都是 一个对于血压的正向影响 就是如果说你 前次血压越高 或者是你差 越是正值 就是它 它是上升的趋势 的时候 你对于下一次血压的 这个高低影响 就会是它是正向的 也就是它的血压会越高 这样 但只有在于就是 透学时间的差值 也就是说当今天脱血时间 脱血时间在 增加的时候 反而会让血压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 如果脱血时间增加 血压会 越来越 就会降低这样 这跟我们的 前面看到的那个相关性 其实是蛮 蛮有关的就是 我们前面有看到说 脱血时间如果增加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透析时间越久的病患 它出现 低血压的激势也比较高 那这件事情是 有很相关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有看到说 在这边等于说 我们有验证的是 它的脱血时间越长 就是 这一次脱血时间 跟上一次相比 是增加的的时候 我们对收缩压的影响是相关的 就是 是负相关的 就是如果当今天 当今天它 通人时间增加了 或反而对血压的影响是 它会降低血压这样 它就会变得比较不好这样 所以说我们有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跟前面的刚刚的 有稍微呼应到这样子 那这块也是比较特别的是 它跟分类器这边的影响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在分类器这边 我们其实在分类器这边 我们并没有特别看到说 它的影响是 比较多是 比较多是落在于收缩压这边 但是如果在收缩压这边的 数值预测的时候 其实比较多 比较多像直接相关的 其实是收缩压本身 但是在分类器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 以收缩压为主 而是以输上压的 这种差值为主 比较大的影响 比较大的影响 会不会有低血压的情况发生 这样 那以数值预测来说 我们总共有81.3%的 预测误差 可以在4毫米孔柱以内 我们把残差 转换为离散范围之后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 81.3%的预测误差 可以在4毫米孔柱之内 那我们目前Rsquare 是最好落在78.5毅 这样 那所以在最后 这边总结一下 我们整个的预测 就是 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分类性 达到了97.5%的水准 那它的Sentivity 也得到94.2% 那我们在 数值预测的部分 也有在 81.3%的预测误差 可以在3毫米孔柱以内 那 Aswell达到了78.5% 这样 那在数值预测这一块 我们也会再继续增加 我们的成效这样 那再两个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发现说 Blending Ensemble 也会 不管是低回特征消除 还有Blending Ensemble 的方法 都会让 在某些部分的情况下 都会可以让 分类器的成效上升 那 有关于我们 以及就是我们发现说 差值特征 包含说Delta Features 然后 以及就是说 数据和苏章亚的差值 都会帮助我们的 这个 在模型里面的相关度 都是蛮高的 那所以 在 不管是Differencing 的这种 feature 以及就是不同的这种 feature selection的方法 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 整个模型成效有所提升 那 相关的方法都已经 我们就把它发布成 期刊录文 在第三届的这个 HEEE的Easy BIOS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查看 那 那 有关于这些 刚刚说说的模型 我们都有打包成 建模流程的自动化 包含说 我们这边 我这边使用的 是一个自动化的部署工具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Airflow的新量版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自动化的流程 那可以让 可以实际预测出数值 然后存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让医院的 这个预备版系统 直接可以读取这些资料 然后呈现给医护人员看 那所以为了我们 也会继续 模型的成效 然后也会 建置这个 模型的版控流程 这样 所以说如果你对 这个讲题的 模型优化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欢迎大家 互相交流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欢迎 可以通过上面的方式 联系我 还有我的伙伴 这样 那也可以透过粉丝内接 来多看看 想要在做什么 这样 那很感谢今天大家的聆听 然后 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 那这边感觉到这边结束 那 QA的话可以再多加交流更多 感谢大家